痔瘡它本身就是 這個肛門的靜脈蟲的一個回流不好 所以造成了腫脹 所以其實只要是 下肢循環不好 或者是骨膚腔的循環不好 或是負壓的壓力太大 或是久坐等等 這些只要造成這個肛門靜脈蟲的 這個壓力過大循環不好的話 它就會造成痔瘡 為什麼女生其實痔瘡比男生多 女生比男生多 我以為男生比較多 因為很多廣告都是男生的痔瘡在廣告 OK 女生比較多是因為女生的 痔瘡比較少 然後第二個女生 痔瘡比較少 那其實可以從很多的方面來著手 那其實最主要就是飲食習慣 那腫維質吃的少的人 這是第一種 第二個就是水分 水分攝取少的人 對對對 其實水分是 很多人是有這個問題 大部分人都以為我喝茶跟咖啡 對 可是那其實不代表水分 對 然後再來就是其實 對 其實我是會建議 對 運動也很重要 有沒有推薦大概是做哪一方面的運動 可以做提缸運動 提缸 收縮缸門 沒錯 就是我們在拍片的時候 把它大便剪斷那個動作 而且還算是年輕人就用晚腸 該有求晚腸 真的 可是你有沒有去間接破壞到他的身體 我說你都這麼年輕 就在用這個 那你以後老了怎麼辦 因為其實晚腸 它就是一個刺激 對 刺激你肝門的神經 變成你必須要依賴這個方式 再營